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常哥介绍了冬季如何提高免疫来保健养生 里面有四点就是要补充维他命C、矿物质 第二就是多样化的食物 第三就是你的腸道要健康 第四就是运动 大家都说我有运动 但是你的运动适不适当呢? 今天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如何去测量你的运动是否适合 我们要知道运动对健康很有益 所以我很早就有一个播放的清单叫做运动 这些清单的网址会在下面简介 你按进去就会有百多个关于运动 但是我从中就选了有几个出来 因为太多未必你会看得到 所以我选了运动不足就会导致相关癌病发生率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闻癌识别 因为你身边的人都会有这些机会患上癌症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防癌 最简单就是多些运动 因为想降患癌 80%快运动罢是另外一个视频 因为为什么运动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你运动的时候体温升高 这些癌细胞是不喜欢高温的 同时你运动的肺会扩张 要呼吸多些氧气 而我们如果氧气是比平时多8倍以上 就有预防癌症的作用了 其实还有很多理由 你按进去就更加清晰了 我们老人家到老后 很多时候没有记性 其实严重一点 很多人都会有失智症 如果你跑步的话 可以降到42%的失智症 你说我年纪长我不能跑步 其实运动是从小开始做 你到年纪老就会好好的 如果你说我现在才开始 但我年纪长 那怎样呢? 介绍大家最好的就是走路 因为日行遇漫步 可预防多种疾病 这些我会详细的清单在下面简介 你按进去就会知道 但今天就和大家说 什么才是适度的运动呢? 你怎样自己知道 我这个运动对不对呢? 根据英国医疗保健机构的建议 人一个星期最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这个可以分为每天30分钟 一个星期五天 那你隔日吧 但是这30分钟是要连贯性的 你不能说我早上做5分钟 要下午10分钟 晚上15分钟 这样是不行的 而且又不能过量 因为专家说过量的运动后 反而你的抵抗力会下降 所以运动一定要有适当的运动 而他们就有一个方法去计算 什么叫适当运动 是这个强度的指标 就是计算你的心跳 一个人最大的心跳 可以用方程式计算出来 就是你220这个数字去减你现在的年历 举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是50岁 你最大的心率就是220-50 那就等于170 但是并不是170 还要乘一个数字 是乘60% 另外再乘多一个是乘80% 也就是220-50等于170 将170乘60%得到102 170乘85%得到145 换句话 你50岁的时候 最好的心率是在102至145之间 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 因为岁数一样 但每人体质不同 所以这个的102至145 就是最理想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不懂计算出来 不要紧 只要你的运动 令你微微出汗 心跳加快 已经是得益的了 如果你说 我年纪长不能够做这些强度的 那你可以走路 这个是最安全的运动之一 总之大家一定要动 因为我们是动物来的 不动 疾病就来找你的了 多谢你收听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